高雄市文武盛殿举办文恒圣地百年安座文化季活动 安泰社区特别以十二婆解症吵了气氛 另外庙方还请来试装按摩师为民众免费按摩 而这几天还有歌唱比赛 民众票选最佳轮器奖的得主还有机会抽中大奖 文化季活动一早开始 不少小朋友在家长带领下来到文武盛殿 参加灯笼彩绘和绘画比赛 舞台上气球表演更是吸引小朋友上前抢气球 安泰社区更以难得一见的十二婆解症为文恒圣地驻守 那我们安泰社区也很感谢能够来参加我们文武圣殿 我们的文武帝君圣地的这样子的一个造福人间 黎明百姓的这样子的一个圣举 摊位区还有妇科老街让民众重温古早时代的各种器物 另外庙方还请来试装按摩师 提供免费十分钟的试装按摩 希望民众能到试装按摩站消费支持试装按摩 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好 很认真 抓起来很舒服 下次有机会我想去给他们按摩 所以我觉得很舒服 精神都很好 像说市场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 应该是很好 可以赚钱 就过去门店铺大鸡收行 在买包包饭头 水钱轿 现在这已经失踪很久了 这鸡头和摄鸡蛋都会让人进去 除了精彩热闹的舞台表演之外 周一到周四还有文武杯歌唱比赛 民众除了可以聆听歌曲之外 还可以票选最佳人气奖的参赛者 就有机会抽中大奖 比赛如果结果有请老师来 做评分 选出这个优秀的作者 位在延城区的文武圣殿 长期投入社会公益 这一次适逢文武圣地百年安座 和1800岁圣诞 圣诞举办文化祭活动 欢迎民众前来感受宗教文化之美 港东新闻综合报导 欢迎订阅